我告诉他们,因为他们有很多不是学佛的,甚至还信仰其他宗教的,我们不想改变他的信仰,我就告诉他们,我保养的方法是清净心,心地清净,舒适。 饮食有节制,不吃零食,生活很正常,有规律。 那我告诉他,清净心跟吃素,舒适。 那素食有时候对他们很为难,我就告诉他,现在的肉食带的细菌,病菌很多,要小心。 五十年前,那个肉食,你可以放心吃。 今天的肉食,你要知道之后,你不敢吃。 那些养猪养鸡,他怎么养的,都是在笼子里的养的。 你到那个养鸡场里头也看,你就晓得了。 小鸡浮出来之后,都是关在笼子里的。 喂他的时候,化学饲料。 所以你看他,长得很快,像吹气一样。 我好像在前年,在山东庆民参观一个养鸭场。 我跟很多同学说了,我就看的时候,养鸭场的人拿了一只小鸭。 那个小鸭有我的手长大,有这么大。 他问我发誓,你看这只鸭子出生了几天了。 我看那个样子,至少一个星期,应该是一个星期到十天,它才能长那么大。 他告诉我,昨天出生了。 哎哟,我就呆了。 我说你这一只鸭子,要多少天就可以,那就卖去了。 两个星期。 喂的化学饲料。 所以我听了这个话了,我就告诉很多同学,以后鸡蛋鸭蛋不能吃。 为什么它不正常? 你常常吃的东西,你慢慢就长奇奇怪怪的病。 就这么个道理。 它不正常。 你说我们从前在农村里面,鸡跟鸭鸭长大的时候,总都要半年了。 这么长的时间,它这么两个星期就长得大。 你是多可怕? 那一只猪长大的时候,拿出去卖的时候,大概不到两个月。 不像话了。 现在。 你还敢吃啊? 所以这个一定要吃到。 所以懂得善巧方便,念佛时很不容易遭受人障碍。 它在心灵里面,不表现在外面。 好。 谢谢。 谢谢。